各位小餐圈們大家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我是Morisa 今天我們要來玩茶葉蛋大冒險的畫線舊舊茶葉蛋 可以看到他有非常多的關卡真的是非常多 我們先來看一下所謂的裝扮跟畫筆有什麼東西好了 我要看廣告才有這些有的沒有的是不是 好多東西喔 還有狗頭耶 還有扭蛋 扭蛋又是什麼還有大絲球 畫筆的話是各種顏色的畫筆是嗎 OKOK 欸我按到了 啊 啊原來如此 我都是實況主特別版 意思就是說不會有廣告是吧 好不過沒關係 沒關係就讓我們以 大家都沒有看廣告的方式來玩這個第一關了 畫線舊舊茶葉蛋 喔過了 下一關 不用啦我不用看啦 然後直接讓我看下一關就可以了 茶葉蛋不會走 好好好茶葉蛋不會走 所以我們畫線舊舊茶葉蛋 然後用滾大 畫線就可以了 這一關不用走路不用控制的樣子喔 喔 哇 呵呵呵呵呵 這個過關動畫也是 哇好特別喔 第四危險 欸這關開始可以走路嗎 欸也沒有啊 所以我這樣畫起來 喔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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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線舊舊茶葉蛋 呵呵呵呵 茶葉蛋超勇的啦 可以啊很簡單啦 關卡再多應該都可以不怕 來 擋蜜蜂是吧 擋蜜蜂 哎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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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蜜蜂被打 喔蜜蜂在打 要撐5秒啊 幫茶葉蛋撐5秒 撐下去 喔過了 雖然齁雖然說在10秒後可能茶葉蛋就會出死 然後這個也叫這個這關叫做滾進門裡面 所以我這樣子 他應該就會滾進門裡 是這樣嗎 喔他開滾了他開滾了 喔 哈哈哈哈 過關 高空醉物喔好 所以 可以 扛得住 喔扛得住扛得住可以可以可以 下一關 小心馬桶 啊什麼東西把他關起來可以吧 還不簡單 他是叫我小心這個塞馬桶的這個吧 欸欸欸這樣不行喔 喔不夠不夠厚是不是來啦 來啦 我們畫一個又一坨又厚又重的給他可以嗎 哈哈哈哈 哎呀被打爆了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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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畫一個巨大的茶葉蛋把他自己包起來 喔喔然後然後長出手 然後兩隻手 然後眼睛 戴墨鏡的茶葉蛋 喔戴墨鏡 幫他戴墨鏡 再長三根頭髮好了 欸長三根頭髮就不像茶葉蛋了 沒關係那就 就這樣吧 可以可以可以 方才能撐十秒啊 5 啊我的 欸欸為什麼 為什麼你還是會被打到啦 好啦好啦 相信我們 這個一定行 我就不相信他扛不住 欸怎麼還是扛不住啊這到底 欸那這關這關到底還是說 我要畫一個超級厚的 超級厚的牆 其實應該要把他黏住啊 把他整個塗滿好了 我整個塗黑 那應該可以吧 可以可以可以有點卡但是可以 這次一定成功了這次一定成功了 一定可以撐5秒 怎麼偷射一根 哈哈哈 來是第8關小心蜜蜂 關得住嗎 我把整個茶葉蛋包起來應該就沒事了吧 我再猜 我畫一個超巨型 茶葉蛋給他 哈哈哈 超巨型 那個茶葉蛋開鋼彈 就是這種樣子 茶葉蛋開鋼彈 有 有 欸為什麼你還是被叮啊 啊 哈哈哈 那沒辦法啦我們只能把蜂窩塗黑 我就不相信把蜂窩塗黑他還能出來 我們多蓋幾層 直接加蓋 好這樣一定行 茶葉蛋直接肥起來 哈哈哈 不過沒事沒事沒事 扛得住啊 扛得住啊 比剛剛的什麼巨大化茶葉蛋強多了 啊 啊 過關 讓蛋蛋們在一起 好 這樣 來吧 欸 是說這茶葉蛋兩顆都同一種蛋嗎 都同一隻茶葉蛋 還是說有一隻是小花應該沒有吧 極劍比賽是不是來 拿一把40米長的大刀 我們拿我們拿一把 拿一把看起來看起來很勇的大刀 喔 上啊 哈哈哈 過了5秒鐘直接把皮蛋KO啊 哇40米長的大砍刀是不是 讓我想起之前的 之前的畫線救救火柴人啊 欸欸不行 等一下 他跟那個火柴人的不大一樣好像勾不太住啊這個 試一下讓他勾得住嗎 不行欸勾不住勾不住 我勾不住他會死會死啊 那 這個這個消防栓真的真的包不起來嗎 勾不住嗎 可以吧 來啦勾住這個消防栓我們整個塗黑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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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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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蛋的動能完全消失啦 欸得了新的禮物 眼鏡是不是 好了穿個眼鏡 等一下開始我們是有眼鏡的彩蛋了 然後這個是什麼 有東西在轉 他會把他會把我們 的線打斷是嗎 所以把我們擠一飛 我在這裡畫一顆肉粽看看啊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啊 腫起來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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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欸這樣就可以了吧 蜜蜂應該沒這麼聰明吧 如果很他很聰明的話那就這樣吧 這樣可以這樣可以這樣可以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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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利用這三顆龍珠啊撐住了整個世界 哈哈哈哈 啊 過關 門要飛走了沒問題那我們 我們我們就把門給 呃留下來 這樣 不難 可以多畫幾筆喔 我用推的是不是 好好好 那我們畫一顆茶葉蛋 花一顆茶葉蛋然後有角 等一下他有限時間喔 去啦去啦去啦三秒鐘 兩秒鐘 過了 哈哈哈哈 我茶葉蛋只來得及畫腳來不及畫手啊 在一起二 讓我試試 這扛得住嗎 扛得住嗎 我們快點讓他們在一起喔 啊一起下去不行不行不行 所以說 這樣扛得住嗎 可以喔 哎 哎哎哎哎 等一下我這邊這邊多增一點重就行了 我們這邊增重 再畫一顆茶葉蛋喔超級巨型茶葉蛋有手有腳好 然後這個腳伸出去把他們連起來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哈哈 可以啊 小心蜜蜂下一關 直接把蜜蜂框起來 啊抱不住 抱不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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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死會死會死 啊腫起來了 那就這樣吧 你能扛得住 我也扛得住 可以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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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難不難 就是這樣 區區區四隻蜜蜂 打不過我們茶葉蛋的 有小偷 什麼小偷 等一下我隨便畫一撇看會有什麼 喔 原來如此好 那這樣吧 哈哈我自己也拿不到鑰匙 這樣不行這樣不行 呃要想一下這個設計呢 這樣 然後裡面裡面再花幾顆蛋 好可以可以可以 我有新帽子了是不是 好啦鑽啦鑽啦 接下來是有眼鏡又有帽子的彩蛋了 看起來很像工程師 下坡危險 我這個尖尖刺刺的扛得住嗎 可以 5 4 3 2 1 過關 開心彈彈樂喔 怎樣 整個包起來總是彈得進去的 1 1 1 小溪蜜蜂為什麼這次有兩隻工程師才在彈 好好好我想想要怎麼辦 畫一個超巨型 超巨型 然後然後這裡要畫表情啊來不及我不能畫下一撇 而且而且啊他們兩隻被推下去了不行了 所以我得我得認真一點畫 我得認真一點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 然後下面把他們包起來這樣子這樣絕對安全 喔 工程師蓋房子啊 可以啊 區區 十隻蜜蜂不足掛齒 relatable 哈哈哈哈哈哈 我的表情跟雜蛋一樣 奇怪的按鈕讓我看看 喔會噴水 可是這樣就過不了了 我們的高度大概是這裡吧 因為總沒按照啊 你在幹嘛 這樣子吧 propio ар 我們什麼 unhealthy 為什麼他的判定那麼奇怪 來啦 下去 有啦 在一起 三 喔 欸欸欸欸欸 沒了沒了沒了 我先把你們兩個包起來 不就結束了嗎 入水之四滿分 哇 這門會跳水啊 可是又不能把他包起來 把他包起來就沒有然後了 對 這樣我過不去 所以說 我也只能從下面來了 門你跳啊 哈哈哈哈 小心蜜蜂 這次有籃球 很好很好我們對準這條線 對準這條線 下面包一下 這樣就不會跑出去了來吧 欸欸欸欸你直接被砸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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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嗎 扛得住嗎 可以喔可以喔 唉唷可以喔 唉唷可以喔 我覺得我的帽子有用欸 過啦過啦過啦 我覺得我多戴那頂帽子 有增加那個過關的容易度 飛向外太空是什麼 等一下喔隨便畫一個看會怎麼樣 哇嗚 起飛了 然後勒 我會直接摔死是嗎 哇都看到月亮了太扯了吧 阿這樣不行這樣過不了 所以說 喔好我知道我們要弄一個這樣子的 然後 這邊要真重夠重才不怕打 然後畫一顆蛋 再一下 有啦 紅色球球了OK 別有洞天好讓我下去看看 阿死了喔 可是這樣 可是這樣 呵呵呵不對阿 還是說要從這邊 欸不欸不欸不欸 還是說要走這個第二個洞 他就要別有洞天嘛這邊呢 有欸 欸 完美無限 這樣可以勾著吧 好 沒畫好 再一次 再讓我再試一次 這邊這個有給鉤子嘛 應該沒有問題 就這樣子 然後這裡畫一個球 欸 這樣就行了吧 完美 再來是第28關 小心蜜蜂 好 塗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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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塗 這裡再畫顆蛋 我畫顆蛋 一定扛得住 哈哈哈哈 我還可以幫他加腳嗎 不行 我不能多畫幾筆了 不行 就這樣 蜜蜂沒有一隻過得來的 差一點 差一點 有一隻蜜蜂穿過來了 哈哈哈哈 這關的提示 由於蛋蛋可能太 太坦了 所以可能不太準 要投籃進去是不是 呃 蛋蛋很坦 過了 槓桿原理 來吧 畫一隻大一點的柴葉蛋 讓他掉下去 一筆畫喔 一筆畫 他整整一筆畫 來 一筆畫大隻彩蛋 去吧 過了 有新的顏色是不是 不用 我要黑色 黑色就好 畫出頭植物質直中氣球 我試試 哇 怎麼丟那麼高啊 我們畫個十字黑色手禮劍 那 我覺得柴葉蛋應該丟得出去吧 可惡了 那不夠尖啊這個 欸 為什麼你丟得這麼爛 那我們畫一隻劍 一隻穿雲劍 哈哈哈哈哈哈 屁蛋掛了 來 長矛頭池 哎呀 差一點 我們再畫長一點喔 可以 哎呀 不行 會打到頭 我看看喔 那我們畫個飛刀勒 不行不行不行 要再輕一點 這飛刀再短一點 去吧 喔喔喔喔喔喔喔 我畫出來的飛刀成功了 欸 第32關 保護彩蛋 怎麼保護啊 怎麼那麼多有的沒有的東西 我發現我畫線沒辦法 沒辦法穿過去 所以只能這樣 完了完了 喔喔卡 喔卡爆了卡爆了 超卡 哈哈哈哈哈哈 扛住啊我的電腦 啊過了過了 我要進城堡 把這個弄下來 然後 去吧 五四三 二一 你可以的 欸 差一秒 再試一次 欸 去吧 五四三 欸 過了 欸 這關門在哪 我不知道 先讓你走過去看看 沒有沒有沒有 這裡沒有門喔 那你如果直接走下去勒 下面 也沒有 那我猜門是 門是在這裡的 門應該是在這個位置 哈哈哈哈哈哈 老招式啦 接下來是要有禮貌 蛤要敲門喔 等一下我試試看 怎麼敲 喔有了 嘿 嘿 我剛剛是不是敲門不夠快 來來來敲敲敲 然後回去 去 滾快一點啦 滾快一點啦 時間要不夠啦 有啦 小心蜜蜂 喔這次範圍有點大 他的範圍到哪 整個都是喔 好喔 可以喔扛得住喔 扛得住喔 我們這個好像還不會被敲爛喔 可以喔 啊一隻蜜蜂 啊破防了 哈哈哈哈 好那我大概知道 我們就畫這樣子 大概畫這樣子 這樣應該不會破防 這邊這邊 以現在給他勾住一下 這邊再勾一下 這樣應該就不會破防了 為什麼破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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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出事了出事了 不行 這樣子 我們畫最薄的 我們畫最薄的 這樣子 這樣子 可以喔可以喔 勾好這個牆壁 哇我直接破防 直接出去欸 拆彈直接出去欸 不行不行 勾好 不要破防 好那 那我們聰明一點 我們就是畫這樣子 這樣子 如果被這個帽子左右推 也沒有關係的 這種設計 那應該就不會破防了 我們畫長一點 欸你怎麼出來啊 拆彈你出來幹嘛 哈哈哈哈哈哈 這關很難欸 我們簡單畫一個 簡單畫一個 簡單畫個東西就好 這樣應該不會破防 大概 不行又破防了 那那那 我要用特別的鋸齒狀設計 這樣一定不破防 好Lag 哈哈哈哈 沒有破防 那差一段下去了 這樣也不行欸 嗯 欸有了 等一下喔 既然他帽子會這樣嗎 那就 就這樣吧 這樣一定不會破防吧 哈哈哈哈 哇我真的太聰明了 欸 欸 後仰跳投 如果我什麼都不幹 他會怎麼樣 他會直接出去 好我知道了 我們要畫個籃板 把他擋下來 欸差一點啊 進來 差一帶 欸 等一下差一帶沒了也不行喔 這樣你總會進球了吧 欸有啦進球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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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被球殺死是什麼東西啊 浮力太大 浮力太大喔 呃那 小四啊 你先下來 我們好說 起飛啦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這樣的吧 給你一點點的壓力就好 這樣可以嗎 哎呀 好像太長也不行欸 那我先畫一根這個 你先過去 我們都好說 好不好 你先過去 這動力不足啊 我們先讓他過去 然後再把他壓進水裡就好 這很簡單的 來吧 欸 間歇拳 塞出一邊就行了吧 就像之前過關這樣 我們畫一個超巨型皮蛋 超巨型皮蛋 這樣一定過 欸塞不住嗎 塞不住嗎 我塞不住這個間歇拳嗎 怎麼可能 進化讓我塞一塞 可以 真的可以塞 是可以塞的 可是 嘿 他他他他 他移動的時間太快了 這個彩蛋這樣子走路速度太快 我想一下喔 我們就直接塗黑沒問題的 直接無視他就行了 這樣一定過 45度角 我相信我的彩蛋爬得上去的 我們放手 彩蛋就會開始爬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相信這個角度我的彩蛋一定爬得上去 可以的 他會直接直接穿牆過 可以 我這邊直接塗黑 他就可以直接穿牆穿到上面去 一定可以 我這邊直接塗黑喔 直接塗黑 一坨塗黑 上啊彩蛋 過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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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現過關啊 但是我想看一下提示 這關的提示到底是什麼 正常的過關方式到底是什麼呢 讓我看看 封閉泉水 然後另外一邊會因為水壓而上升 喔這樣喔 可是就這麼簡單嗎 這樣怎麼這麼簡單反而過不了 喔原來如此 欸這樣可以過 對這樣可以過 我們剛剛那個 塗一大坨 然後一樣閃現過關 超強啊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畫有沒有 有沒有承載這個的 那個力量呢 讓我看一下 這個畫呢 如果有承載這個 這個我們的 嗯畫線的力量 就沒有問題了 可以嗎 欸可以喔可以喔 那擋得住 相信我們的吶喊 可以啊我們扛得住 啊扛不住了 扛不住了我的吶喊 啊啊啊啊啊啊啊 腫了腫了 彩蛋腫了 相信我的吶喊一定可以 這次一定成功 哇哇哇哇哇哇 蜜蜂都直接把他頂掉的喔 不行啦太酷了我想想看 那我們繞一圈吧 繞一圈絕對不會被頂掉 我相信這蜜蜂沒有這麼聰明 這蜜蜂應該沒有這麼聰明 就是他會繞 繞旁邊這個縫隙 應該不會 欸沒有 這蜜蜂蠻笨的 可以啊我有戴安全帽 夠關 恭喜通關 這也是本次冒險的盡頭 但彩蛋的旅程還尚未結束 哈哈哈哈 好啦我想我們今天的實況就到這邊 我們還有兩個模式還沒有玩喔 如果你非常期待我們下次的冒險的話 記得點下那個大大讚 還有你的關注 你的訂閱你的小鈴鐺 我是Morisa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